作曲 李宗盛 1月29日晚 周深在俄场2024新年晚会上连续演唱三首歌曲 分别是《大鱼》、璀璨冒险人、光亮 这三首歌曲的现场live真是绝了 包含了戏腔、rap、美声吟唱、歌剧特色 每一种风格都精准拿捏台风自如 尤其大鱼真的是百听不厌 在听大鱼依然震撼 最后的吟唱周深竟然拉脉拉到腰间 它是怎么办到的呢 太不可思议了 太精彩了 小伙伴们好我是彪手周深 好 特别特别开心能不能来到咱们这里 因为又有一种什么感觉我比喻一下 就是上网冲浪冲了很多遍都冲到就是赶紧在24小时之内加这个QQ号 这是Pony号 突然来到这里就 呀家都真的了 然后也一直非常感谢 然后也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答谢一下所有我们同学的小伙伴们 给我们这些非常幸福的人有很多非常便捷的方式去联系我们的亲友 然后去分享我们的生活 去享受我们的音乐 去看更多好听的剧 然后去放松自己的心情 感觉整个世界都因为你们而拥有无限可能 谢谢你们 周深不仅会唱 说的也跟唱的一样好听 吉祥话暖心话俏皮话信守年来 而且没有觉得谄媚 都十分真挚诚恳 还有玩有趣的梗让气氛变得更好 新的一年飞黄腾达 所有最好的讯息都立马奔向你 祝大家新年快乐 赞龙年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申申这么好的祝福 其实我们也给申申你带来一份 腾讯的特色礼物 和QQ形象的省尸纳幅摆见 有请我们腾讯高级副总裁 西单上台送出礼物 有请 谢谢 有请 这么客气 在台中间有请 好 我们也有请李依小姐为我们送上我们的 寝师纳幅的摆见 知道 来 那个欢迎周深来到 来到我们腾讯新年晚会的舞台 你是第一次来吗 是 我是第一次来 我是第一次来 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 没关系 我还有我的喉咙 来 那我代表腾讯的全体员工 应该都是你的粉丝 送上代表腾讯的这样一个纪念品给你们 好的… 有点重 醒尸吗这是 感觉到舞狮子 最大 这么重 对 一份沉甸甸的礼物 来 我送出这份礼物 同时也代表咱们腾讯的同事 感谢周深 在年底非常繁忙的荡气中 选择了腾讯新年晚会的舞台 给大家送出了这么美妙的歌曲 和美好的祝福 谢谢 谢谢 那么我想也代表咱们的腾讯同事 这个也给周深送上美好的祝福 谢谢 谢谢 我要先说一下 虽然这个我知道周深是第一次 来到我们的舞台的现场 但是其实你是腾讯的老朋友了 对 在腾讯的音乐 影视 动漫 综艺 影视我在努努力 那…今年 今年 今年有机会 你们哦什么哦 其实都有周深的这样的一个身影 我们也非常喜欢周深 所以也期待在新的一年 周深能够和腾讯有更多的合作 希望 祝你在龙年 这个事业更加红火 谢谢 为我们的粉丝们送上更精彩的作品 谢谢你 好的 我会加油的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咖啡环节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 它都能很恰如其分的把握 总能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 用自己的语言深入欠出的表达出来 不卑不亢 相对于其他明星 甚至专业主持人的职业化 城市化 流程化 台本化的talking 她的语言输出都是从内心所感出发 边想边说 更真挚 更灵动 她真的是一个内心风盈 有极强逻辑思维能力的人 千千君子温如玉 墨上公子世无双 又来形容周深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在29日 除了周深在企鹅年会联唱三首歌外 古装周深空降热搜 原来是河南卫视官微放出了周深 加盟其春晚的古装宣传短片 短片一出生命们就不淡定了 古装的周深简直太让人心动了 正如西部决策官微发文说的那样 被古装的周深狠狠惊艳了 河南春晚暴改翩翩公子 古装束发挑灯飘雪 所有氛围感buff叠满 说到古装扮相 周深每次都惊艳众人 比如周深担任制作人 并现唱的CCTV3 依上中国主题曲画卷中的大唐周公子 说到这个 就不得不说2020年 湖南卫视双十二超拼业 周深在结束古装演唱画卷后 帅气的宽衣解带 无缝切换到现代装的大拉崩吧 再比如2019年11月 南京陈情令第二场的 《荒城渡life》 鲜音渺渺的周深 一身古装 让多少人入魂入魄 入我 又被周深度魂度魄度魄度我 还有同样是河南卫视拍摄的 传承东方韵律的 花西子国际版mv 河南卫视陈奕智方文山 加上古装古韵的周深 这样的王炸组合 把东方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 还有俏皮可爱 古灵精怪的玉兔 王者荣耀兔年限定皮肤 《新春祝福曲》 《祈愿山海》中的神仙装束 古装与时尚周深都驾驭得 游刃有余 惊艳 有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将要发生 它终会发生 那一个很迷人的世界 会不会改变 请不要改变 爱我 爱我 爱我